多谢大家继续看这个《绝体糕》频道 今天预备了一个糖水跟大家分享 这个糖水是潮式的 就是这个绿豆爽 很简单 这里有半斤的开边绿豆 我浸了一个几钟后 预备了120g的冰糖 应该差不多 因为这个份量是煮2升半水 薯粉 以前我用马蹄粉来煮 现在马蹄粉那么贵 我就全部改成用薯粉来做芡 煮这个糖水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要留意 就是绿豆 我过去水后 我就不建议大家用水煮 因为煮会以冷溶的 我会用蒸的模式 然后水煮沸了之后 我就会放进去蒸 蒸它大概15至10分钟 其实视乎你浸了豆的时间多久 待会我先蒸15分钟 然后看看什么环境 再蒸久一点 待会水煮沸之后 我转到后面给大家看看 好了水煮沸了 现在我就开始蒸这个环境 然后保持这个火 用一个中火 蒸它15分钟 15分钟之后 再看看什么环境 好了 现在蒸了15分钟 看看什么环境 现在插到鱼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拔出鱼出来 好,大家看到了 好,大家看到了 煮沸碎了 好了 我现在就熄了 然后开始煮糖水 这个煮中 我放了2升半的水 然后将120g的糖 放进去 用中火就先煮 好 现在呢 同时间呢 我已经用了 4汤匙半的薯粉 开了一些水 先浸 浸了一些薯粉 因为那些薯粉被咬了 要浸融了 待会稍后 你做了一层一层容易 而且呢 我一直用薯粉 薯粉呢 其实我用的是番薯粉 因为薯粉有两个 第一个是木薯粉的番薯粉 我用的是番薯粉 其实咸差不多 只不过 雜蛋性是用这一只 所以我们也用这一只 所以变成是 讲多一句 待会让糖水融入之后 就继续煮 那些糖应该差不多融入 因为刚才我看过火 就试到味 我就加了 淡了一点 主要我待会认了 有部分是冬食 那会多一点点糖 我现在去到130g 即是加了10g 即是加了10g OK了 煮得很適合 那现在就将锅子煮小一点点 不知道为什么呢 慢慢把粉浆加进去 拿成一个芡 煮了一个芡 之后呢 不是一个芡 这个叫羹 羹了 之后呢 再加上这绿豆 就可以吃了 好了 先把它煮一平 看到它 现在分开了 现在我现在就先看看 这个绿豆 然后再加了 这绿豆的绿豆 它不需要太浓 那这绿豆的绿豆 就要做一个 太稠了 我跟啤酒的角度,我覺得是挺適合我 下水後,煮了煮後,就可以關火 好 差不多了 等待會兒攤冷了之後 我就出來再跟大家繼續說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綠豆爽糖水 就完成了這個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